2008年5月20日左右 就中午時間的 那麼黑爾中委那個兒子叫戴衛 就來到我們沙田牛肥沙村51日 探望我母親 就當時就留下了一本這些手冊 給我媽媽作為日後的紀念 清明事節 位於香港沙田觀音山半山腰的獅子亭 蒼翠眼影鬆濤如宿 頭戴亦有美國飛虎隊揮鏢帽子的李瑞玲 向記者展示了一本珍貴的老相冊 當時她研究了 回到安全的地方之後 就和那些游擊戰士合影了 這些全部都是老游擊戰士的 當時這幅是真身 當時穿著軍服 在相冊的飛頁上用英文手寫著 李時感謝您 在1944年2月11日 帶領我的父親唐納德克爾 抵達安全的地方 在巨大的危險面前 您的無私拯救讓許多生命成為可能 在這本相冊的背後 是一個在香港發生的 廣為人知的傳奇故事 二戰期間 盟軍飛行員 美國第十四航空隊唐納德克爾中尉 架機在香港九龍啟德機場上空 執行轟炸任務時 被日軍炮火擊中 不幸擊毀人傷 跳傘得以逃生 當時克爾降落的地方 正是在如今的沙田觀音山 狮子亭附近 就在日軍圍捕的危機關頭 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的游擊戰士 及時掩護和營救了他 並將他安全護送到抗日根據地 在此期間 克爾親筆寫下50多頁的日記 詳細記錄被困過程 並留下一封感謝信和多幅漫畫 以表達對東江縱隊的救命恩情 這個就是克爾中衛被營救以後 回到我們東江縱隊的司令部那邊 他就詳細地寫了這些信和畫的圖 被營救的經過 就跳落山 看到機場 底下可能都到了 只有一陣風給他掛到 這個狮子亭就上面來了 所以就遇到這個李石小鬼 然後李石就把他藏到那個山東裡頭 還拿樹枝給他蓋好 然後再去找游擊隊員 後來又經過那麼多的地方 才把他送到這個大戶方 作為目擊者之一 當年港九大隊的小鬼通信員 原港九大隊老游擊隊戰士 聯誼會會長林真 在談起這段驚心動魄的歷史時 仍略顯激動 他介紹說 當時在第一時間發現並拯救克爾的 正是李瑞玲的父親 港九大隊游擊戰士李石 他就只是說他童年少年的時候 就在這一帶斬那些吊鐘花 去市區埋 這樣就維持那些生活開支 可能就是那時候熟悉這裡的地形 他們出來一斬茶一扎扎 一出來就幾個小時 這樣又下雨 一下雨打風 一有狂風暴雨就找地方躲 所以就知道那些地的地勢地形 那邊有三洞 這樣他就清楚 那個地方很快 這樣就帶領那個黑衣中衛去躲藏 當時年僅14歲的李石正好送信歸來 目睹克爾遇險 便果斷上前營救 很危急的情況下就帶著黑衣 就去到那個以前熟悉的地形地勢 避雨的地方 這樣就很快速地收藏在山道那裡 就找些樹枝 這樣就封好它 這樣它撤離了 很快又撤離了去 找上級的部隊的領導 說了有這樣的特殊情況的事情 而且那些追兵已經在這裡追上山了 作為二戰時期 香港唯一一支正式的抗日武裝部隊 在香港淪陷後的三年零八個月裡 由中國共產黨創建並領導的港九大隊 凱然而起 與窮凶極厄的日本侵略者 浴血奮戰 靈活周旋 在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鬥歷史中 留下了氣壯山河 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 從獅子亭沿著山路而上 就可抵達位於觀音山頂的觀景臺 在抗戰老兵林真的記憶中 這裡曾是港九大隊戰爭中的絕佳觀測點 昔日的啟德機場可以盡收眼底 我們當年的游擊隊情報處 就在這裡觀察 美國飛機攻佔日本人的軍事祭典 林真感慨 當年的港九大隊 不僅營救了盟軍和國際友人 贏得了盟國的讚揚 更在蒐集敵軍情報方面 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雖時光流轉 時代更迭 但這些珍貴的情意 應被後人一直銘記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